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用这8个水泥分享个秋泥糕的简单做法 首先把泥皮刮掉 小心刮到手哦 建议大家甩用这种硬药价值高的水泥 秋泥糕能缓解壳素 看看这8个泥能熬出多少 削好的泥籽皮不要扔掉 将削好皮的泥出盒 切成小块 分次放进料理机打成泥汁 准备10颗干红枣 切成小片 去掉棗盒备用 生姜切成丝 准备2个螺汉果 用刀背敲碎 放入切好的红枣片 生姜 螺汉果 再放入50克的冰糖 搅拌一下 开大火烧开 取开后把泥皮放进去 转小火烧开 转小火煮20分钟 像这样颜色发黑 泥子软烂 捞出来过热一下 稍微放凉 往里铺一块纱布 把过热出来的泥汁放进来 挤出里面的水分 最后挤剩的这些干渣就可以扔掉了 把汁子再船布过热一下 大火煮开 再转中火煮60分钟 60分钟后 成这种粘稠的流水状 稍微凉一会儿 现在就变粘稠了 温热的时候放罐子里 太凉了不好倒 我们的秋泥糕就做好了 八个泥才这么一点点 罐子准备的太大了些 嘿嘿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击关注我吧